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二、Instagram、Snapchat、Twitter、YouTube、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介 攫取了消费者的大量时间 在个垂直领域KOL对消费者的高频触达下 品牌传播一日千里 KOL经济的兴起推动营销内在逻辑的转变 消费者的选择更加多元 在互联网、集社交化浪潮的冲击下 传统广告与镜下的4P理论逐渐示威 面对年轻消费者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传统广告的一网打尽已不在现时 KOL营销的各个击破才更能精准链接品牌与目标消费者 如何精准触达核心人群 在网红营销中如何触达核心人群 也就是我们的目标用户 其实这与是否选择了合适网红息息相关 一般我们在请网红的时候 脑海中第一反应是人气高等于带货 也不能说这个想法是完全正确 因为它存在一定的狭隘性 一个网红人气高最主要的原因是 他所创作的内容得到了大家的喜爱 道光率高 但真实的转化量却值得推敲 受大家喜爱的内容不等同于带货种草 这一种情况尤其是体现在Vlog博主之上 一个本身天天分享自己生活的博主 突然向粉丝吆喝卖货的话 粉丝的排斥心理是很大的 当然除了上述这种情况 还有两种原因就是 找的网红根本不对头 往往这种情况分析之后 你会发现 原来这网红的主要在欧洲 而不是产品的主销地北美 原来这个网红的男粉比女粉多 然而产品是女性产品 原来这个网红的粉丝大多为上班族女性 而产品则是少女心十足 种种原因归结到就是 你找的网红根本不适合你的产品 但是通过Searchbook 你则可以完全避免这种情况 数据来自Searchbook Io 在Advanced Search里面 你可以通过对网红内容领域 语言 国家 近期活跃情况 以及粉丝画像来进行签订 这样一来可以一次性划定范围 避免大海捞针式的一个个查看 在网红数据图里 你可以直观地感受 这个网红近期热度走向 哪一类型的视频表现最好 最受欢迎 这会方便你全行该网红 近期是适合做新品曝光推荐 还是打折活动扩散 以及该网红与个品牌的合作 你也可以一网打进 对该网红的商业表现 有更直观的感受 同时粉丝画像里的区域 和性别图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 该网红的受众区域 是哪里 等于购买力来自哪里 该网红哪一年龄层的粉丝最多 该年龄层里 男女粉丝比例为多少 这样一来产品性别属性营销 对标难题也一次性搞定了 数据来自Searchbook Io 对于许多中小卖家来说 越低的是错成本 越低廉的时间成本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尽可能的一步到位 可以说是每一位卖家都梦想的方式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经常说投放网红 投放网红 我们之所以会选择这一营销方式 也是因为我们看中网红背后巨大的流量 而流量的组成本身则是在手机 电脑背后的我们粉丝本身 所以说 与其说投放的是网红Tool 不如说我们投放的是其背后的粉丝 优秀的产品加合适的网红 加对口的粉丝 才是一个成功的KOL 营销的正确组成成分